嗨嗨 我是Josh 今天我沒有在我的車子裡面開場 因為我有新車子可以開囉 今天我要開著特斯拉 然後去墾丁 玩兩天 那現在我是在台南的新光山新天地這邊 我要先到他們這邊特斯拉的門市 來試駕一下特斯拉 那試駕活動體驗結束之後 然後我才要再開著他們的車子 到墾丁去玩兩天 OK 那我們就馬上出發吧 Go 那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出發去黃金海岸那邊 Josh本頓是台南人 我就住那邊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往那邊 帶我到黃金海岸 可以直接幫你搭過去嗎 哇 旁邊有腳都認得出來 好可愛喔 那個圖案 他會一直學習 然後你看剛剛也有跑出那個人 你看這個試駕路線是最近限定 對 我們還沒有真的開放 準備要開放而已 所以之前如果要試駕是會開其他地方嗎 還是我們會走永城路然後到八流 然後這一次改到黃金海岸那邊 第五比較好 因為蠻多客人會在開強圖的時候 使用自動輔助駕駛 譬如我們假設有去到黃金海岸 或者是墾丁這一些就是風景比較好的地方 常常駕駛可能因為要專心開車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流行到這樣子的風景 其實就有點可惜 對 那透過Auto Pilot的使用 其實就可以讓駕駛也欣賞到 剛好今天開完 今天試駕完就是想開去墾丁 喔 真的嗎 對 然後因為今天剛好太陽就是也比較大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這一塊全新玻璃 現在還發現 是不是沒有資源 上面怎麼是空的 它是空的 然後它本身的話是已經有遮光跟抗UV的效果 所以有點像是已經貼好隔熱紙的感覺 可是它其實是原廠就是標配的樣子 這裡那個 你就會看到後面的車 那如果後面被公車擋住 我就可以往上滑 還有側邊的 哇塞 而且它解析很清楚 不會因為你今天開比較快它就不見 或者是今天晚上啊下雨天它的解析還是很好 畫質也太高了吧 對 所以速度也很快 然後那個歐洲在起步之後好順喔 很順喔 對啊 一點都沒有那個會沖一下沖一下 對 然後因為電動車它也沒有變速箱 所以也不用什麼拉轉速啊 嗯 那居然是平常開的車是有跟車的一些輔助系統嗎 沒有耶 目前的還沒有 反而沒用過 等一下就直接試我們的Auto Pilot 好 那Auto Pilot它其實跟一般所謂的ACC跟車定速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會多了一個功能是維持在兩條線的中間 所以假設前面有一個彎道它會自己跟著轉彎 好跟著彎 對 那假設旁邊有一些貨車砂石車離我們太近 我們的車子也會自己往外靠一點點 OK 那因為全車我們有8顆鏡頭 它會去幫你看瀏覽附近的這個車流狀況 所以它可以去做到蠻多的預警動作 前前車突然急煞 前車還沒有亮煞車燈 我們的車子就會先叫了 那這時候我們下一次就是會想要放開電 那它就可以達到一定的減速力道 我們就會準備來啟動Auto Pilot 那啟動方式很簡單 等一下Jush只要透過右邊的排檔桿 往下輕輕的撥兩下 OK 就給它開了 那這時候我們腳只要輕輕的離開踏板 手輕輕的浮在方向盤上面 就可以給它離開了 對 等一下有彎的地方它應該就自己彎 它會自己彎 這個彎會彎得很漂亮很穩定 好 好神奇喔 比自己開到還要穩 對 我們大概兩三年前就是有實驗數據 就是證實說這個東西的使用 會比我們自己人類開一般的車子 還要來的安全 8到10倍 那你看 對啊 這樣就可以看後面這個海了 半場都是附加看而已 你在看的時候根本沒辦法看 對 今天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 希望開起來有覺得不錯 很好玩耶 很好玩 對啊 很像玩具 因為我們滿多車主就是來試駕之前 就是也是網路上看過很多開箱 對 可是就是也是還是想要感受看看它開起來的 嗯 就會透過這種試駕的機會 對 有這試駕真的還滿不錯的 還滿不錯 真的 好 結束了試駕了 接下來我就要正式開車來特斯拉 去墾丁玩了 那我剛剛設定的導航 如果我要直接開到墾丁大街我住的旅館的話 我的電量會剩下53% 我現在電量是90% 到那邊會剩下53% 明天要開回來應該是還夠用 不過我想 我還是現在的中途停一下充個電好了 這樣明天的開車會比較安心一點 OK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吧 GOGO 我現在已經上國道3號開了好一陣子了 哇 真的是好方便喔 有這個autopilot開車開高速公路啊 有夠輕鬆的 一點都不會累 我基本上就只是抓著方向盤而已 然後其他就是自動在開 我已經抵達屏東坊3的這個快充站了 現在剩下的電量是還有67% 其實是還很足夠啊 根本還不用充電 不過因為我想要體會一下特斯拉充電的感覺 所以我就在這邊停下來休息一下 然後來充個電 那我開始充電之後去上個廁所再回來 現在已經充到80幾%了 這充電速度真的是很快 那我停在這邊本來的目的也只是要上個廁所 然後順便體驗一下這個充電 所以也不用真的充到百分之百啊 充到這樣子應該已經很夠我這兩天開車了 那接下來就繼續朝著墾丁大街出發吧 GOGOGO OK 我已經抵達飯店了 我這次住的是墾丁的白沙灘旅店 就在墾丁大街裡面 等一下去吃東西應該也很方便 那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房間好了 從門口拍進來 進來左邊就是浴室跟廁所 乾濕分離的看起來很新 還不錯 然後裡面有兩張雙人床 自己一個人住這麼大間 我想說等一下去買點東西回來之後 然後順便開個直播 請觀眾幫我想一下我明天要做什麼 因為我這次來墾丁沒有排什麼行程啊 只有想說要在墾丁早上慢跑一下 沒有在墾丁慢跑過感覺應該還蠻舒服的 那之後呢就不知道要去哪裡了 就請大家一起來幫我集思廣益一下了 買回來了 買了一個章魚餃 一個蒜味豆干加杏鮑菇 再一盒毛豆 然後再一杯五十安 這樣子就要410啊 呵呵呵 現在開完直播了 然後剛剛開直播的時候 有觀眾建議我說可以去看一下鈕扣倉庫 現在的時間是12點10分了 鈕扣倉庫好像是開到1點半 現在過去應該還可以稍微小逛一下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吧 抵達鈕扣倉庫了 外觀好漂亮喔 進到鈕扣倉庫裡面了 剛剛問了一下旁邊店家的店員 他說現在已經過了售票時間 所以可以直接進來就好了 嘿嘿太好了 這裡面空間不小 很多地方可以晃的 不錯不錯 這個地方還蠻推薦的 就算他付100塊門票進來也OK啊 而且他100塊還可以抵裡面的消費 我覺得這個地方如果是喜歡拍照的 一定會拍到瘋掉 超多地方適合拍照的 連廁所都弄得很有味道 好啦就來稍微逛一下就好了 因為明天早上還要晨跑 所以就早點回去飯店休息吧 嗨嗨 早安 現在早上八點 還不到八點十分 準備要來開跑啦 目標是要跑七公里 好 出發 GOGO 跑到團班時了 我從墾丁大街出發 跑到香蕉灣 然後再回來傳辦池這邊 現在要跑回去還剩下大概三公里 好 繼續加油 好 我跑完步了 然後回到飯店沖個澡 現在來到我們飯店的頂樓 來這邊吃早餐看海景 這個頂樓的風景超漂亮的 最近晚上有上海 可是晚上看不到這邊的海景 這個海景超美超美 好正點喔 住這間飯店真的不錯耶 又便宜 然後上面有一個這麼漂亮的view可以看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墾丁大街 好啦 來吃個早餐 然後等一下的行程 昨天開完直播之後 有一位觀眾有聯繫我 說他在恆春那邊有開一間餐廳 我上網也查了一下 我們那間餐廳的平價4.8顆星 喔 最後等一下中午要過去那邊吃 然後吃完之後 要再從恆春開回墾丁大街這邊 也是一樣是昨天直播的時候 有觀眾跟我說 他在這邊有弄一個魔術表演 所以我就一連盼的時候 要再過來這邊看一下魔術表演 所以自己一個人來肯定玩也蠻好玩的啊 不會說一個人來就無聊 早上這樣跑個步然後吃東西看風景 好爽喔 吃完早餐了 他在午餐之前呢想說找個地方晃晃 那我想到昨天開直播的時候 也有觀眾推薦我一個山南咖啡 他也在恆春 他剛好離我午餐的地方不會太遠 所以等一下再休息一下 然後就往山南咖啡出發吧 準備出發囉 我要到山南咖啡 23分鐘 OK 出發 來吧 抵達山南咖啡了 哇這裡好熱 這裡開上來的路 比較多是那種小條的山路 沒有那麼好開 哇塞 這個風景好猛喔 整片的大海 超漂亮的 這邊不錯耶 很適合來看風景 漂亮漂亮 去點個咖啡 這裡大部分的客人好像都是坐室內 因為今天天氣比較熱 但是我覺得外面的風景很漂亮 所以我就自己一個坐到外面來喝飲料 這邊有這種類似唐翼啊 可以坐在這裡看海 來看一下 超漂亮 這樣子自己一個人在這邊喝咖啡也蠻不錯的耶 好舒服 可以放空一下 好我現在已經到我中午要吃飯的地方 然後我準備要路邊停車的時候才突然發現 喔原來它有自動停車的功能 好來試試看 開始 好好玩喔 好酷喔好酷喔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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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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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我們已經到中午要吃飯的地方了 中午要吃的這間叫做 111文廚房 就是這間 111文廚房 好酷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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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這邊 我幫你介紹餐點 好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冰花煎餃 它是第四的煎法 那一份會有10顆 那主要是包蔥蝦還有豬腳肉為主 我們就點一個煎餃 跟一個沒事好了 老闆應該是黃正銘的球迷 黃正銘的公仔 這邊還有周世奇的簽名球 還有他們兩位的書 贏滿滿的球員卡 櫻花煎餃 哇 因為有聽你直播講說 昨天喝牛肉湯 就不推薦你牛肉湯 哈哈哈哈 等一下再跟你介紹 看你想去哪裡走走 好啊好啊 謝謝 謝謝 沒有味啊 這個超多汁的耶 好好吃喔 這個水餃的料超多的 每一口都吃得到蝦子 然後一咬下去 裡面的湯汁就會噴出來 吃飽了 它那個尖角真的是厲害 裡面那個蝦子有個飽滿的 然後超級無敵juicy 好吃好吃 真的推 看魔術囉 然後 主辦單位也有特別允許我 拍一些表演的素材 我們要拍給大家看 OK 看完魔術秀了 我覺得超棒的耶 我從來沒有在現場看過魔術秀 那他們整個秀也不只是魔術 還有包含了很多漂亮的助理跟dancer 有舞蹈的表演啊 然後特技還有鋼管舞 都非常精彩 很推薦大家可以來 那它這個表演地點就在肯林大街旁邊 走路過來大概三分鐘五分鐘就到了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來墾丁玩啊 晚上就可以先來看個秀 然後再去墾丁大街那邊吃東西 我覺得很讚啊 沒有想過這種表演會在南部 而且是在墾丁耶 竟然是在墾丁有一個這麼精彩的秀 然後它這個秀 目前聽說是至少 至少會一直在這邊辦到暑假 所以大家有空的話 有來到墾丁都很推薦 可以來這邊看一下這個精彩的魔術秀 好啦 那現在時間已經2點多 快到3點了 接下來呢就是今天中午我去吃飯那間餐廳 那間店的老闆要帶我去看一個墾丁的秘境 我們就出發 到了滿洲沙灘 老闆已經叫人在前面 我們朋友剛好下來玩 你好你好 你有看到那個凸出來的尖尖這邊嗎 凸出來的尖尖 山上凸出來的尖頭 有看到了 看起來好遠喔 我們要穿越那個林子上去 這邊啊 最漂亮的點就是前面這些沙子 比較著名的就是風吹沙 然後這邊的沙啊 跟你們講 都是被風帶上來的 所以很細 非常的細 很漂亮 對 那我進來 要走進去裡面 這邊呢 對 哇塞 這一般人哪裡遲到 這裡 這裡是入口 這裡是入口 好 所以待會進去的時候 跟你們講 就是 林頭的葉子會有一點點刺 你就順著走 不要停留 這樣子 OK 哇 超漂亮的 對啊 我們剛剛看拖起來的那一塊就是這裡 就是這顆 對 哇這好可怕喔 然後我們的車路停在左邊 喔 看到了 哇塞 待會拍照 大概就是攝影師在這裡 然後人在那裡 站在那裡 好可怕喔 會軟腳的那一種 對啊 拍攝鏡頭 在這最高地方的發動 在懸崖邊的狗 看 OK我這一次的墾丁之旅 準備要告一段落了 那還是要非常感謝特斯拉的邀請 讓我可以試駕 並且還額外借我兩天 做比較深度的體驗啊 那我之前有說我對車子 是比較不感興趣的人嘛 但是這一次特斯拉的體驗 讓我完全改觀了 以前我開車如果開到墾丁來啊 我中間都會開到很累 開到很想睡覺 但是這一次我完全不會 我整個從台南開到墾丁 一路精神都是非常清醒的 我沒有想到原來開電動車 可以這麼的輕鬆耶 以前開一般的車子都會覺得 開久的時候你的專注力 到後面都有點疲勞 但是開電動車真的不會 你不用這麼專注的 一直盯著前面 你開車的壓力就會小很多 很讚啊 那我覺得大家如果跟我一樣 之前對電動車沒有太多的認識的話 也可以去體驗看看這個試駕活動啊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沒有想到電動車 原來這麼的好玩 那一些試駕相關的資訊 我就放到影片說明欄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去看看 好啦那這次的影片就大家到這邊了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按個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